現時各地護老院都停止了家屬探訪 一些親友只能與長者隔著玻璃窗用手機通話 陳永報導 紐賓市域省Riverville鎮的Debbie Warren 每天都帶狗狗去探他們的Granny婆婆 98歲的Bessie Brown 去年底跌斷屯部後入住護老院 很快就遇上疫情 不再容許進入探訪 Debbie只能用手機隔著窗 與母親講話10至20分鐘 由於母親聽力不好 對話不流暢 不過她是情緒上的支持 阿爾から晚旁歐 無所暢、歐 興oured 已經松了 欠 screws 好的 推丈 非常抱歆 不安 好的